我们把上一次那个例题讲完 我们上一次是讲一个圆柱壳 它的电位呢 一半是正的一半是负的 我们已经求了壳内的任何一点的电位 今天我们来看壳外任意一点的电位 R大于B 它的solution还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它的模式还是跟前面一样 R大于B跟R小于B不同的就是在于它的边界条件 那么我们现在试看 原来我们是说 它的potential可以等于这个 n5加上bm' 这个是跟壳外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壳内 壳外 壳外有什么特点呢 壳外它的半径呢 可以从壳的表面一直到无限远 所以说因为壳外 R可以是这个值 当R approaches infinity的时候呢 这个值啊 变成无限大 这个当然趋于零 趋于无限大就是不可以 我们的电位一定要是一个有限值 因此这一项呢 当R越来越远的时候 它不合理 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一项不应该存在 它不应该存在呢 那就是我们可以令 an跟bn呢 等于零 我们说 我们说R approaches infinity的时候 R5也 approaches infinity 这个不合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令 an跟bn通通通等于零 通通等于零 那么所以这一项就是零了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从前面看 它的potential是一个 phi的基次余称 基次余称只有这个存在 这个不存在 这个是偶次 这个是基次 又因 Vrphi是phi的基次余称 所以 那么 这个cosnphi不得出现 所以 bn要等于零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消掉这个 跟这个了 那只剩下一个这个 所以我们说 vn rphi 那等于 那等于an r的负n之方 phi nphi 我们说单独这一项 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前面的边界条件 就是 就是 phi从零到pi的时候 是正v v从零到pi是正v 从pi到 二pi又是 负v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 我们说 这一项没有办法 就是n等于一个 单独一个值的时候 这是一项了 没有办法满足 但是我们说 如果我有若干项把它加起来 它应该可以满足 好 那么 我们就另 vrphi 它是等于若干项 我们现在还不晓得 是哪几项 能满足所有的边界条件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既然它可以满足所有的边界条件 那么我们把这个r 设为 这个 圆柱壳的半径的时候啊 那这个就是要满足 这个圆柱壳上的 potential 这一边 这一边 这换成b 它应该等于边界值 一个是正v0 一个是负v0 什么时候是正v0呢 就是fi 介于0跟拍之间 什么时候是负v0呢 就是介于这个值之间 这个就是满足 边界条件 那么我们要解这个 你看它有这种 函数的出现啊 我们就成一个 sin mπ 然后左右都成这个 然后再积分 对fi积分 对不对 我们就将等式 才对fi来积分 那这个 就是 我们常用的 好 我们现在看 在 fi在 这个 之间 这个之间 在这个之间的话呢 我们有 这边 sigma 常数我们提出来 好 里头就是 sin n5 再乘上 m5 d5 from 0 to pi 要等于 v0 在这个之间 是v0 乘上 sigma m5 d5 好 那 左边 我们 左边 跟右边 我们分别把它 做出来 左端 好 它这个值 可以是这样子的 n变成m 要不然 相等 它就是0 好 右端 这个积分 如果m是 g数的话 如果是 偶数 它就是0 好 那么 我们把 左端 跟右端 相等 我们就得到 这个 左端 横 等于右端 的时候 我们就 求出来 am 它是 等于 4倍 的 v0 b的 m次 方 这个是 m为偶数 偶为 奇数 好 它要 等于 0 等 m 偶数 的时候 我们 求出 这个 是0到π 好 我们可以 同样的 方法 做到 当它 这个积分 从π 到 2π 的时候 有 同样的值 这个值 是一样的 相同 相同 好 我们得出 am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果呢 写出来 所以 potential alphai 在外面 在圆柱体的外面 它是这个值 我们把m就 因为只是代表 13579了 我们就用n来代 这是r大于b的时候 就是在管外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再看一个例题 一下要讲的这个例题 是这样子的 如果这个空间呢 原先什么都 没有 只有 均匀的电厂 假如它的电厂是这样子的 起初只有均匀电厂 我们把电力线画出来 从负无穷远 一直到正无穷远 这个空间的电厂 都是平行线 这电力线都是平行线 那代表这个空间的电厂 是一个什么电厂 均匀电厂 对不对 uniform electric field 好 现在 我们在这个空间 把一个圆柱的导体 摆在这里 跟这个电力线垂直 摆一个圆柱导体 它的半径是A 摆在这个地方 结果呢 它的电力线呢 在导体 圆柱体的附近 这个圆柱是这样子进去 这个是圆柱导体 圆柱导体 在附近的这个磁力电力线就改变了 因为它电厂会在这个地方感应出一些感应电荷 这个感应电荷的分布啊 并不是均匀的 于是呢 这个时候的电力线 它就变成这样子 中间的一条没有问题 还是 还是这个 这是中间的一条 旁边的 旁边的 因为电力线到这里一定要怎么样 跟表面垂直啊 因为导体附近的电厂一定跟表面垂直嘛 对不对 所以它到这个地方以后 它就要开始 我是画的不好啊 就是这要垂直就对了 跟表面垂直 里头呢 里头没有电力线 没有电厂 这个垂直出来 又变成这样子啊 好 这一条 我从这里画出来比较好 好 然后这个 这个我们就是画成这样子 好 这一路到无限远 或者那边从无限远一路过来啊 它都还是保持均匀的 因为它远处不受影响 远处不受影响 好 电力线还是这样子 这就相当远了 这个地方过来都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空间 这个里头当然没有电厂 也没有电厂 那么外面有电厂 那么外面有电厂 外面跟里头 电厂不一样 电位也不一样 我们现在要求 这是我们题目是这样子的 好 那现在我们怎么样子 解电位 跟电厂呢 因为这里头 因为这里头它没有告诉你啊 没有告诉你这个电厄是多少 电厄密度 什么都没有告诉你 就只告诉你这个电厂是 是均匀的 然后摆了一个导体 圆柱体在这里 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边界条件来求 边界条件就是在这个 这个地方的电位啊 是个等电位 因为它是导体 对不对 导体 所以它是一个等电位 我们只知道这个是等电位 那么我们就用边界条件来解 边界条件就是要解 Laplastic equation 我们用Laplastic equation 因为这个是一个圆柱体啊 所以我们用圆柱坐标 先把Laplastic equation写出来哦 好 Laplastic equation 因为这个圆柱体是一个无限长的 无限长的 所以它会改变 就是φ这个会改变 φ会改变 那你不同的半径的地方也会改变 但是同一个半径的地方 它的电位跟Z轴无关 因此我们就说 因为有已知条件 得知 V呢 它仅仅是Rφ的函数 与Z无关 没有关系 好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候它就剩下 两项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 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Solution我们要记起来 像这种的Solution 它就是这样 其解 其解 其解为 等于R的N次方 然后AN Sine N5 再加上 BN CosineN5 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 我们现在 我们说 单单这一项 没有办法 达到这个 就是说它无限远的地方 电位是一个常数 电位不是 电位是这个 因为这个 电场是常数 电场 它这个好像 我们拿以前的capacitor来看 capacitor里头的电场 就是常数 对不对 capacitor 它的电场是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V over D 所以 V就等于E 乘上D 这个是迪卡尔坐标 现在我们是圆柱坐标 这一点 这个是R 这个是Fy Fy讲 这个地方的电场 是E D D呢 D呢 是这个 D是这个 D等于什么 R Cosine5 R Cosine5 所以 我们现在要 电场 就等于 这还是对 我这写的 写的不好看 V 比如说等于 E OverD 那V呢 就等于 R Cosine E乘上 E R Cosine Ceta 无限远的地方 是这个值 这也是 这个也是 在这个表面上呢 它是一个常数 表面上又是一个常数 好 那现在我们假如 你只用一个 一项的话 它没有办法 全部满足这个条件 那我们说 如果有N项加起来 就可以满足这个 边界条件 我们说 Lin V R5 它是等于 N等于 到无限大 RN次方 好 我们设 这个能够 满足所有的边界条件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边界条件呢 带进去 好 边界条件 它有两个边界条件 好 边界条件 第一个 V等于 现在是这样子的 它这个电场啊 电场是从高电位指向低电位 所以呢 你离这边R 离它越远的话呢 这个电位要怎么样 越低 那我们如果设 这个地方的电位 等于零的话呢 那朝这边去 就是负的 就是负的 OK 好 那么 我们设 这个地方的电位 等于零 那这里就是 负的电位 所以 这个地方要加一个 负号 那我们设 这个叫做 一零好了 这个电场 一零是个常数 电场是个一零 是个常数 这是当R 很远的时候 很远的时候 好 我们把这个值带进去 R变成无限大的时候 这一项变成无限大 对不对 不合理 这个跟这个 都要等于零 好 那么 那就剩下这个 而这个里头 你看到没有 这个是sine 这个是cos 可是我们已经判断 它只有cos出现 只有cos出现 所以它的sine 所以它的sine 就不存在 sine 就不存在 所以我们说 an 等于零 这个 这是很大 并不是真的 无限大 就是说 相当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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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 这个就是 其实它可以 电场 照它的意思 就一直延伸到 无穷远 那我们说 实际上 只有有限远 有限远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an 可以 这个一定要等于 我们说这个 先说cos 它只有cos存在 然后这个sine的项 都要等于零 sine的项 都要等于零 那么 这个r呢 实际上 它没有真的到 无穷远 没有真的到 无穷远 当然是有限值 有限值 如果这个n 并不是一个 有无限大的话 这个不见得去与零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再看看 n可以是什么值 它现在剩下的是 cosn phi 但是我们这里的值 就只有什么 cosn phi 只有cosn phi 只有cosn phi OK 所以呢 它只有一项存在 只有一项存在 就是n要等于 1 n要等于1 好 这个时候 我们说 这个an等于零 an prime也等于零 an prime也等于零 那么n呢 要等于1 要跟这个配合 n等于1 好 n等于1的话 这一项就不是零哦 你虽然很大 但是它就不是零 它的一次方很大 它只要不是无穷大 它就不是无限大 所以 变成这样子 那么 所以我们就可以 得到 V R 5 是等于 B2 B B1 R cosn phi 2等于1次方 这是前面这个 好 加上 B1 prime R的 负1次方 cosn phi cosn phi 好 那么 这个呢 这是按照我们那个 potential的 方程式 它现在n是 从1到无穷大 都有了 但是我们发现了 只有1可以存在 其他的都没有存在 好 式子加起来是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要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负1 0 R cosn θ 从这个式子里头 cosn θ 我们都约掉 都约掉 我们就可以得出来 解出 解得 B1 这个B B1 OK 等于这个 我看看 解出这个 B1等于负的 我们先写 先写出来 好 好 我们先 先看这个 这是 R呢 很大 你看 R很大很大的时候 这一项 要比这个小很多很多了 因为R分之一嘛 对不对 这个很大 这个区域比较小 所以这两个在一起 相较之下 这一项就可以neglect neglect的结果就是 他等于他 他等于他 那么 一比较就是 B1就等于负10 OK 好 这个时候我们说 我们注明一下了 R文 R 很大就是说 我们 他不是去无穷大 正大的时候 相当大的时候 好 那么我们解除一个来了 解除一个B1 好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个边界条件 第二个边界条件 这个值还在哦 这个常数还在哦 现在这个跟他一比可以消掉 不是因为B1 Prom 可以等于0 而是说这个比他小很多 好 那现在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B1 就用这个带啊 B1用这个带啊 那看这个 在 表面 表面 V等于0的时候 不是 当R 它是个等位面 而且也是一个等位体 你令它等于0 那里头也是0 也是0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 V A5 嗯 BA5 要等于 这里有一个 B1 B1现在就是变成负10了 好 R变成A Cosan5 再加上B1 Prom R分之一就是A分之一 Cosan5 等于0 好 我们从这里可以解除B1出来 解除B1 Prom 要等于10的A平方 所以 呃 这两个常数 我们都解除来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 电位的函数啊 写出来啊 我们说电位函数 为 B1 R 它就是 负10 这是A1 R Cosan5 再加上 R分之一 B B1Prom 它就是 10 A平方 乘上Cosan5 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它就变成负的 E减 A平方 overR平方 然后这是 10 R Cosan5 电位就是这个值 你可以试试看嘛 它等于A的时候 0 对不对 电位是0 它去很大很大的时候 很大 很大的值 很大的值呢 这一项比它小很多 就可以 这项在比大的数目 之前 可以neglect 那就是 负10 R Cosan5 那么这个 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底下我们就要解它的 电场 不行 因为它本来就只有 Cosan5 本来就只有Cosan5 OK 由这个来求电场 以R component 等于负的 AR partial V over partial R 那我们就把那个V 对R做 partial Derivative 这个对R做 partial Derivative 对R做 partial Derivative 我就不去 仔细做 你们回去 把它 算一下 它就等于负的 1加上 A平方 R平方 然后是 E theta component E5 component 好 那要等于 负的 1 减 A平方 over R平方 10 这个是电场 只有两个component 我们还可以求什么 这个圆柱导体表面会感应出电荷来 负电荷在这一边 正电荷在这一边 好 那么我们要问感应电荷是多少 那么就要由这个来做了 由 1N 等于 N Univetal Sigma Perm Perm Sigma Over Epsilon Zero 求圆柱 表面 之 电荷密度 当然这个是感应电荷密度 密度 你每次都把这个方法写一下 你不要 就这么做下去 就这么做下去 以后你看起来就很辛苦 一下子转不过来 一下子转不过来 你如果都写得很清楚 你就知道我下面是根据什么来求 好 我们说在导体表面呢 导体表面N是要朝Y算是正 这个是R 那么这个就是N N是R的方向 OK 那电荷在这个地方啊 你把这个R等于A带进去 你就发现这个电厂啊 这项等于0 R等于A带进去 你看这是不是0啊 这就是0啊 那只有什么存在 ER存在啊 好 我们说在导体表面 E N 就等于R 那么它的Normal Direction的方向 就是R的方向 好 于是呢 我们就 由这个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得 就是ER 我们就得这个 N E N 它现在是等于N Sigma over Epsilon Zero 我们现在把 1N就是ER 它不是ER 而是ER 当它的R等于A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写一下 E加上A平方 OVER R平方 E0 Cosan Phi 好 R等于A的时候 只有在这个时候 想等 那我们从这个 底头呢 你就可以得出来 它的Sigma 要等于 2倍的 Y0 10 Cosan Phi 我们就 讲这两个例题